很多时候日常生活中的美好 只有当真正失去的时候 我们才能感受到它的可贵 哪怕这些美好在平时我们看来 是那样的稀松平常 司空见惯 比如说我们的蓝天 我们的白云 以及那温暖的阳光 过去十年间 我们越来越重视环保了 我们知道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中国的许多城市在过往十年间 蓝天白云的日子在不断的增加 可是这并不代表着环保是唾手可得的 往往有的时候我们稍意松懈呀 蓝天白云就将离我们远去 比如说就在最近这两天 生活在中国北方的人们 可能又一次感受到了沙尘暴的可怕 受冷空气影响啊 中国北方大部分天气遭遇到了较强沙尘暴天气的侵袭 21日大范围的沙尘天气开始覆盖中国西北华北等地 22日至23日 新疆南部 青海北部 甘肃中南部 宁夏 内蒙古大部 陕西大部 山西 河北 北京 天津 黑龙江中西部 吉林中西部 辽宁 山东 河南 江苏北部 安徽北部 湖北北部等多个地区都有阳沙或者浮沉天气 很多地方更是遭遇到了强沙尘暴 还有的地方下起了沙雨 还有的地方雨水和沙尘暴混合 下起了泥雨 以至于啊 有很多地方政府提醒大家 尽量不要出门 而且最好把你裸露在室外的爱车呢 给照上车衣 否则将来洗车将是极为困难的 是的 时隔多年之后 我们终于又遭遇到沙尘暴天气了 其实沙尘暴离我们并不遥远 大概也就是十多年之前吧 中国北方的城市几乎每一年都要遭遇到沙尘暴的侵袭 尤其是首都北京 我们经常说啊 北京的四季中最美就是秋天 秋高气爽 蓝天白云 天气不冷也不热 是最好的旅游季节 可是从来就有很多人说 三四月份春光明媚万物复苏 不也应当是非常好的季节吗 是的 春天本来应当是四季中最美好的 但是对中国北方很多城市 尤其是对首都北京而言 以往的春天我们经常遭遇到沙尘暴 大风带来了巨量的泥沙 尤其是总有那么几天啊 你是看不到蓝天 看不到白云 甚至看不到太阳的 遮天蔽日的黄沙过来 你仿佛生活在一个昏黄的世界中 而太阳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发光点 甚至室内的日光灯管都会在昏黄的天气下变成蓝色 当然在沙尘暴来袭那几天 能不出门尽量不要出门 虽然说沙子对人体没有太大的伤害 但是对于很多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来讲啊 漫天的黄沙真的有可能使他们的疾病加重 就在最近这两天的沙尘暴天气中 身边就有很多朋友反映啊 外出的时候简直是不能呼吸的 要知道今天的沙尘暴说实话 比起十几年前那绝对是小屋见大屋了 可是即便这样 当沙尘暴天气到来之时 我们还是受不了的 最近这几天 全国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指数又爆表 又超过500了 要知道超过500这个数 我们上一次听说恐怕还得是几年之前 相关专家表示 之所以这几天我国出现了大风沙尘的天气 这是因为当前大地回暖 日晒使得地表松动 春季又恰好是冷空气大风频发的季节 所以当强风经过蒙古国和我国内蒙古西部 甘肃等地的沙原地时 会将沙尘卷到空中 随着低空气流向东向南传输 影响内蒙古以东以南的区域 是的 过去十几年间 我们在环保方面确实是投巨资 下决心了的 十几年来 我国环境治理确实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当然没有任何事情是没有代价的 由于我们在环保领域投了大量的资金 也确实关停并转了很多污染严重的企业 以至于有人有这样的疑问 是不是我们在环保上着力太多了 是不是发展环保有的时候会抑制当地的经济发展 可是大家看看 只要你稍微一步流程 甚至都不是我们的问题 而是天气环境地理资源的问题 沙尘暴都有可能随时随地卷土而来 也就是说我们在环保领域上的投入 在过往十年间虽然很充足 但是可能还不足够 甚至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 只要我们稍微不留意 沙尘暴就真的有可能卷土重来 十多年前我们的环境是个什么状态 可能很多人印象已经模糊了 我们的空气中有什么样的味道 我们的水资源是不是安全 今天生活在绿水青山中的我们 可能已经忘记了十几二十年前 我们的环境有多么的不堪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沙尘暴来得挺好 给我们很多人都好好的提了个醒 那就是环境问题一刻也松懈不得 任何时候只要你稍稍松懈了 对不起它就会百倍千倍的报复你 我想没有任何人希望明年的春天 后年的春天我们再来一波沙尘暴吧 那么我们是不是在未来要拿出更多 行之有效的方案呢 说实话在环保治理领域上 有很多国家对中国是艳羡的 比如说印度 此前我们多次跟大家聊过印度的环境问题 这些年来西方学者不断吹捧印度 认为印度和我国同样有着14亿人口 印度的经济发展潜率非常巨大 可问题是印度会不会也重走我国当年 先污染后制里的老路呢 尤其是印度的自然条件恐怕比我们还要差很多 大家知道吗 印度的环境简直可以用人间怨域来形容 我国很多城市空气污染指数超过500报表 报表的情况在过去几年已经很罕见了 可是印度的很多城市空气指数超过999才报表 可是每年四五月份印度大量的城市都会指数报表 尤其是印度首都新德里 它被称之为全球三个环境最肮脏最恶劣的首都 而全球50个环境最差的城市中有30多个是印度的城市 对于中国人而言我们觉得空气污染就是一个大事了 我们不能容忍我们的空气中有这样多的沙尘 可是沙子好歹它没有太多的污染 印度就不一样了 印度首当其冲的是空气污染 印度的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特殊的味道 以至于前些年有这样一个笑话 说以色列研究了一种毒药蛋 这种炸弹中装满了毒药的气息 专门用于对付那些游行抗疫的人群 当有很多人走上街头之时 以色列警方就可以释放这种毒药蛋 短时间内大量恶臭的气体会充斥在空间之中 然后人群就作鸟受散了 印度警方一听说以色列有这样的好武器 也从以色列引进了一些 然而真正用于实战的时候 他们才发现这个东西不好用啊 你把这个毒药蛋射向游行人群之后啊 人群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 非常抗拒这种恶臭的气体 然后消散去 为什么 因为印度空气中常年就有一种恶臭的味道 印度老百姓早就习以为常了 所谓九入鲍鱼之寺 不知其秀吗 印度的空气就是肮脏到这个状态 以至于啊 刚刚到印度的外国人 你都得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过来 当然对于整个印度而言 空气污染只是小儿科 印度还有大量的水污染 固体垃圾污染 尤其是印度的那个水污染 提起印度的母亲河恒河 我想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流露出会心一笑吧 我们非常清楚恒河到底有多么肮脏 可是大家知道吗 在印度恒河都算啊 比较干净的河流了 印度有非常多的河流上面 漂浮着半米高的泡沫 这个泡沫是怎么来的 就是周边的化工厂大量的排除 各种各样的有害物质产生的 恒河只是脏 别的印度河流 那妥妥的是毒啊 印度政府这些年来 特想效仿我国 也加大气力治理环境 但问题是一方面 印度底子比较薄 印度的人均GDP 大概只有我国的五分之一 印度的经济大概相当于我国二十多年之前 我们也非常清楚 二十多年之前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环保意识 我们就是一门心思的要发展经济 而印度现在恰恰面临这个两难 到底是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在经济发展上呢 还是投入在环境治理上 而且印度政府还面临一个难题 那就是大量的印度老百姓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环保意识的 我们经常说苍顶时尔之礼仪 任何一个国家几乎都要走这样一条道路 当经济严重落后 老百姓连饭都吃不起的时候 大家当然没有什么环保的概念 河流有多肮脏 空气有多污染没关系 因为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把经济搞好 把肚子吃饱 只有当你经济发展到一定状态之后 大家才慢慢建立起了环保意识 才更愿意在环保方面上投资 才意识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而大量的印度老百姓说实话 还处于温饱都不能达到的状态 印度大量农村地区的老百姓连厕所都不用 你怎么能指望他有非常良好的环保意识呢 尤其是相比于我国 印度更像一个散装的联邦 印度中央政府对各地的指导能力有限 到今天为止 印度各邦的税制都还没有统一 所以印度也很难像我们这样 万众一心 从上到下都树立了严格的环保意识 愿意在环保领域更多的投资 更多的处理 所以很显然对于印度而言 空气水和固体垃圾的污染 还将伴随他们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反过来讲 看看印度的现状 看看突如其来的沙尘暴 我们是不是应当有更清醒的认识 那就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 环保领域的投资和治理 千万不能松懈呀 照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